那么国民党为什么非得要换柱不可呢 有学者就分析认为 洪秀柱所提出的两岸主张 一中同表 终极统一 不只是伤了自己 也重伤国民党的基本盘 甚至更衍生出了党内的路线之争 国民党总统选情低迷 洪秀柱一成五左右的民调 让党内高层快窒息 但从卡住到换住也才短短三个月 选情不妙 蓝军无法有话好说 只能有话直说 不换住就是连立委也跟着陪葬 母鸡不能带小鸡 小鸡的政治生命就得靠自己 侯秀柱民调一路探底 其实有机可循 侯秀柱的两岸政策民众不买单 一中统表和中级统一越描越黑 远离中间选民超出党内口径 学者观察洪秀柱两岸幕僚 偏向法统栏忽略本土栏 已经让党内路线之争摆热化 可能本土栏占的比较大的优势 那现在本于洪秀柱上来之后 他一直要把这个法统栏 或者说这个中级统一 那他身边当然这个幕僚 本身就是比较趋向统一的这样一个论述 那变成国民党变成是一个 你洪秀柱绑架了 从朱玉伦来讲 他是没办法再这样走下去了 他必须要做个处理 原本在两岸政策 占尽选举优势的国民党 被洪秀柱的终极统一 重伤到连基本盘都不保 但其实换柱不止旧选情 换柱也不止要承担 学者分析 换柱论背后的党主席之争 恐怕才是马朱宏打的算盘 明年大选后的局势 国民党不能不盘算 谁强调党的权力核心 才能在选后延续政治生命 换柱挺柱 只是各局所需 终究得放手一搏 记者社长文强陈保罗台北报道